近日,中国游泳运动员奥运冠军张宇飞到访广西南宁,为南宁各中小学校的20名青少年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游泳救生技能公开课。 在公开课上,张宇飞结合青春自护预防溺水工艺课堂主题,与现场的青少年学生们热情互动和高校教师一起,向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介绍溺水的危害、预防技巧及自救护救方法,在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安全意识。 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每年在大赛完了以后,我其实就是都会或多或少去进校园,跟孩子们去聊天,去跟他们一起游泳,跟他们一起交流。 只是说今年是我第一次在省外活动,我觉得很开心跟他们一起在这儿,而且能教会大家知道更多的防溺水知识。 在活动现场,张宇飞还与喜爱游泳的同学们分享了蝶泳和自由泳的基础泳资及动作要领。 张宇飞表示,游泳是非常有益青少年成长和身心健康的运动,既能锻炼有氧能力,提升心肺功能,又是一项求生必备技能,希望游泳这项运动能够成为每位青少年的必备技能。 首先,我觉得学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不仅可以说让我们自己防溺水,在你到达了一定程度以后,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人,但是不要去盲目帮助。 还有就是去游泳,他其实是可以强身健体的,我认为他无论对我们男女老少来说,都是一项很健康很柔和的运动。 课程结束时,张宇飞带领在场的青少年学生集体宣读防溺水安全承诺书,与大家亲切合影留念,鼓励大家积极发扬体育运动精神,坚持为梦想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